加油 洗手 上不了我 喂 你幹嘛 現在兩隻鞋的鞋跟都斷了 你就不用一高一低走回去了 這雙鞋是我好朋友送我的 你沒有經過我同學把它弄壞 你 什麼意思啊你 初次見面 我對這個人的印象插透了 希望這輩子都不要再遇到它 為了籌備情人節活動 我幾乎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 就怕哪個環節沒盯好出了錯 請問是酒送到了嗎 什麼 怎麼會這樣 好 我知道了 我再想辦法 拜拜 怎麼了 我喜歡熱啤酒 報關出的問題 被扣在海關 那怎麼辦 我想到了 前天有一個酒商把這支酒送過來 說希望你可以再給他一次機會 再給他一次機會 這支酒還不錯 那酒商有留聯絡資料嗎 在這裡 吳子漢 我當時不過想碰碰運氣 沒想到居然真的有足夠的紅酒 可以供應 而且還答應你當天會送來 不錯耶 看起來滿浪漫的 這個紅酒裝飾是誰的點子 是酒商弄的 他說如果這個裝飾OK的話 他可以馬上趕工 把所有的酒都完成 經理 酒商來了 是你 你們兩個認識 前台的酒就是他送來的 林小姐 謝謝你給我這次合作的機會 我才要謝謝你呢 幫我解決個大問題 對了 這個紅酒裝飾是你的想法嗎 對 有什麼需要修改的地方嗎 沒有 我覺得非常好 非常符合我們情人節的主題 妳喜歡就好 這是我跟子漢第二次見過 我對他的印象也徹底翻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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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林小姐 你忙完了嗎 忙完了啊 情人節活動 終於圓滿情書 可以輕鬆一下了 你怎麼會在這裡啊 我在等你啊 這個給你 這是什麼 對不起 上次把你的鞋弄壞了 所以我特地去買了一雙新的給你 嚴格說起來 這個鞋不是你弄壞的吧 我知道 秋皮特弄壞的吧 我的愛這輩子封信給你 這是我們的歌 我會證明 卻給你生命 最重要委屈 走向未來白髮時候 願用一切交換你 永遠在我身邊 剛剛好 非常完美 你怎麼知道我的指望 上次把你鞋子弄壞的時候 我有看到你的鞋號 我覺得這雙鞋 就像童話故事裡面 那雙玻璃鞋一樣 而我就是那位王子 一直在苦著尋找 一個能讓我心動的 又讓我著迷的功夫 林曼柔小姐 妳願意做我的先度瑞拉嗎 摩哥 我會把你放過 小姐 去著迷的 走去找你 開去 我沒有給你 自然那個 沒給你 män built 二哥 二哥是我 第三次跟子漢碰面 我的心就 噗通噗通的口調 你太浪漫了吧 主比 二哥是我師父 你要我的浪漫嗎 其實那次我表白 心裡面還滿忐忑的 因為我很怕太直接 慢人會直接把我列為 拒絕往來戶 我就是喜歡直接的人 就是你的直接 姐 一雙高跟鞋 跟一個老掉牙的童話故事 就可以騙到你 你也太好騙了吧 其實呢 之前有很多條件 比子漢更好的人追求我 可是 我都沒有感覺 心動了就是心動了 感覺是騙不了的 姐姐問你們 如果你們遇到了一個人 他完全不符合你的擇偶條件 可是你卻想要 義無反顧的跟他在一起 請問 這是什麼 是愛情 對 對 為了能跟喜歡的人 多相處 一分鐘 你不怕回家 會被爸媽唸一個小時 只要能跟喜歡的人在一起 不管去哪裡都可以 就算天天吃滷味攤 也會覺得很幸福 總而言之呢 我覺得 跟你在一起 我很放鬆 可以完全的做自己 不需要做出任何的改變 這就是我選擇 吳子漢的原因 懂了嗎 老婆 我感受也是跟你一樣 認識你 不是我這輩子最幸運的時候 好 好 好 二嫂 你跟他說那麼多也沒用啊 他就只知道種咖啡 演浪漫細胞一樣 八成沒談過戀愛吧 就算有 以他這個臭脾氣 一定會被男友揍 噓 不要亂講話 我說錯什麼了嗎 你不知道雨柔事情 可不可以不要亂講話 你是笨蛋喔 二嫂 我是哪一句話 扯到她的雷啊 不好說 有機會你再自己問她吧 不希望 會變他的聲音 acerca的